画面看到也让汽车正要左转 没想到下一秒 机车骑士反应不及高速撞上去 顿时机车喷飞 整个人转了一圈重衰落地 现场玻璃碎片散落满地 机车零件喷飞四散 汽车车门被撞到凹陷变形 驾驶更是惊魂未定 救护人员紧急将骑士送医 还是宣告不治 事发新北三重重新路 这辆休旅车左转时 疑似没礼让执行车 骑士反应不及撞上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驾驶也被一过失致死罪移送 而在淡水也发生一起类似车祸 灰色休旅车直接回转 急着骑士撞个阵着 整个人腾空飞起跌到车顶 最后顺着引擎盖落地 后方骑士纷纷击杀 画面触目惊心 索性骑士送医治疗后已无大碍 而肇事驾驶是代表台湾 参加U23的棒球果手 事后这名骑士指控案发后 将近两个月 驾驶都对他不闻不问 已提告过时伤害 后续还有待司法历情 记者黄天耀 范雅乔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